环品委员就问他们说 你们这样没有航案问题吗 港公司航港局 你们有没有意见 都不表示意见 然后我就很急迫 打电话给我认识的航港朋友 我就噎语他们说 四季要盖在你们家门口 你们没有意见 他就躲躲躲 不知道躲到哪里去 就很小声地跟我说 你不知道 我们被下风口令 你给我记者 好哦 我给你记者 第一线采访观察 补藏丝大公开 报道写不完的故事 我们说给你听 大家好 我是欧边 大家好 我是边边 前两周我们请来 联合报的能源专家 考考你是谁 当然是我们的帽针总了 怎么会问我这问题 虽然那集你不在啦 我们聊台湾高店家进行事 聊得非常的深入 如果你没有听的话 听一下 我有听好不好 我们一定要听得 台湾的高店价是进行事 然后未来越来越贵 可能是难以改变的现实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台电未来发电的主力 是天然气要占50% 在2025非核家园以后 那帽针总也分析啊 未来几年国际的天然气价格 可能都会维持在高档 至于为什么呢 就不再爆雷了 大家赶快去听一下 你给我记者EP70 如果没有听的话 可以来了解一下 对那今天我们要谈的重点 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台湾未来要接受 大量的天然气发电 所以从几年前为了互早交争议 就很大的中游三接 到现在电厂转型 四接五接六接 也都如火如荼的在规划中 可能未来还会有更多啦 近期争议最大的就是台电 要在基隆协和电厂外 填海造陆盖四接 既然有可能会引发 基隆港灭港危机耶 这怎么说呢 对听起来基隆港灭港 好像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 对啊 台电的四接方案呢 但刚才我们的来宾跟我们说 台电其实自己说它是一接 因为这是它第一个 第一个盖的 其实它一二三接都是中游盖的 台电的这个方案 在七月七号 第四度闯关环平的出审 又失利了 环平委员说 九月底前要补件再审 那这个填海的版本呢 已经改了三次了 原本的版本要买掉 外木山七万多株珊瑚 被抗议了以后呢 台电改了一个东移的方案 填海的面积变小了 埋掉的珊瑚也变小了 可是发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位置 却离基隆港更近了 诡异的是啊 七月七号环平大会当天 游委员也担心填海 东移会影响基隆港的航运安全 可是交通部的航管局 跟主管基隆港的 基隆港物分公司 在会中完全都没有意见 好像被禁声了是不是 对他们为什么 对于基隆港的安全 是没有表态的呢 结果后来有航管的人员 看不下去向联合报投诉 原来他们是被行政院高层下封口令 不可以有意见 这个其实蛮可怕的 因为如果都没有意见 那真的盖下去之后有什么问题 其实就已经难以再回复原状了 盖了那有问题谁来收拾 对而且钱都花下去了 跟核四一样 对那我们今天就来还原一下 事情的经过 航运界跟环保界的人到底在担心什么 请到的来宾是记者吴淑君跟祥玉 那请两位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淑君 大家好 我是祥玉 两位对于基隆都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我觉得说不定爆料 是不是就是跟淑君爆料啊 这个新闻来源可能先不要讲 要保密是不是 也是啦 保护消息来源算是一个非常 新闻学都有在教的事情 对对 不然以后就没有新闻了 通常爆料的事情 因为保密他们才会更放心讲 然后才讲得更真实 对 台电盖四街其实是势在必行的 为什么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鞋合电厂 基隆的鞋合电厂 是全台唯一用重油发电的电厂 一号跟二号机在2019年都除役了 未来三四号机也会在2024年除役 就是后年的事 然后呢 就会拆掉这四部燃油的机组 改建成两部大型的燃气机组 台电说时间上非常的卡 如果四街 也就是他们自己所谓的一街啦 跟燃气机组都没有办法及时建好的话 2027年以后 北北基近500万的人口 随时都有缺电的危机 所以这就是行政院要下封口令 让四街环平能够快速闯关的原因嘛 好 我来分享一下 那大家还记得多年前在基隆港 展出的黄色小鸭吗 记得 但没去看 我啦 我没去看 是 虽然她后来爆炸身亡 但是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 她才展出几天 就全身脏兮兮的 这在别的地方展出 好像都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就有人去刷 不刷还好 一刷变成一条一条 又变成了条纹鸭 这只小鸭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基隆的空气真的有问题 空污很严重 非常的可怕 那时候大家探讨是谁把小鸭弄脏了 可能是邮轮的烟囱 有可能是外幕山的繁化炉 但是最有可能的凶手是鞋合电厂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它是台湾唯一的烧重油的电厂 然后黄色小鸭的时候 四部机组都还在发电中 对火力全开 所以那时候有一次她就跳机了 结果发生什么事 基隆在下黑雨 是哦 为什么跳机基隆会下黑雨 我们就可以想象她那个 可能没有完全燃烧的那个 没有燃烧完全 漂浮的那个 悬浮力之类的 就飘下来 哇大家很震撼 那所以大家就想说 这个燃油机组应该要盖换了 要退场了 要退场了 对 那台湾也允落他们要除役嘛 那可能除役 大家就可以免除这样的空污威胁 但是后来呢 又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能源转型 除役之后 这里要再盖回来两座的燃气机组 就是逃不掉 一定要在基隆 有一座发电厂的命运 对 好那大家也说 好那没有关系 反正总是摆脱重油了嘛 国家需要能源 基隆人也就勉强接受 说好 那我们换一个 可以干净一点的燃气机组 来发电 那为什么后来 大家又觉得不对劲 因为它要填海造路 填海造路的问题是什么 它最初的原始版 是要从外木山 鞋合电厂往外填了 30公顷的陆地 非常大 大家就觉得不可思议 你填海造路 这破坏我们整个的海岸线 对 北海岸算是大家常常会观光 对 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对啊 就想说那水下这些生态 不就被你全毁掉了吗 嗯 航团就开始抗议 对那后来他们都自己下修 那说我们在改变第二版本 18公顷 说小了十几公顷 对 但是有一次 呃 有一个市议员就开记者会 他就拿出一张照片说 我们在水底下拍到一个大海扇 这个水下资源非常丰盛 那台电的高层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在那记者会 就指控人家说你们有误导之前 认为那张照片是造假 哇那这样一指控拍照片的这个人 那大名鼎鼎叫活塞教练 叫王明祥 他是一个很关注在地环保 还有海底生态的一个教练 他就很气啊 他说你你认为我造假 那我马上公布这个坐标给你看 但是他也凸醒了说 台电你的海底生态调查 是非常草率的 对啊 你根本没有调查底下有什么 你就决定要直接把他们填平 造路了 对对对对 大家就认为说你这样一填的话 七万株的珊瑚就被你毁灭了 对 所以就这样的批判就如影随形 那台电有压力 环平委员也认为说你们不该这样做 所以他们又改改改 改了第三个版本 嗯 就是现在这个版本 对就往东移 然后居然就填到基隆港的港嘴里面去了 本来都不在基隆港港嘴的 现在是跑去基隆港港嘴了 是 港嘴的功能是什么 港嘴我们所谓港嘴就是吞吐嘛 就像我们船就从这里进来出去 就是基隆港最外面的那个出口 对对对对 就那港口港口的港嘴 对 为什么我会写这条新闻 其实7月7号那一天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四街东移 双方开战非常精彩 那隔天大概新闻都写完了 我就从那些报道里面 我就看到一段字 我就觉得整个不对劲 环平委员就问他们说 你们这样没有航安问题吗 没有航安疑虑吗 港公司航港局你们有没有意见 他们都不表示意见 有或没有都不愿意说话 都不表示意见 就是这句话我觉得不可思议 然后我就很鸡婆打电话给我认识的航港朋友 我就揭语他们说 你们家四街要盖在你们家门口 你们没有意见 我就笑笑的揭语他们 结果他的回应让我吓一跳 他就躲躲躲 我不知道躲到哪里去 就很小声的跟我说 他说 你不知道 我们被下风口令 我说天啊 我听到什么了 他就说 以前他们填土在港外 跟现在填土在港内是完全不一样 他们的确有反应 这会有航安疑虑 但是一个关键人物叫曾文生 曾文生是 经济部次长 他现在是台电的代理董事长 他就硬要干 他就说上面有很多黑手 政治操作很恐怖 航港界一肚子气这样子 所以是因为曾文生 代理了台电的董事长 才把这个案子 都移到港口里面来的 听他的记者会 他的确自己有这样的陈述 他说今年过完年之后 大概二月多 他才到现场去看 看了看 结果发现说 那里有一个空间 可以东移 所以你看这个案子多仓促 他自己看完就觉得可以东移 这个不是应该要有一些环评 或者是请一些专家人员来讲说 这个地方到底适不适合吧 应该不是自己用眼睛看一看 就觉得这个空地我要了吧 对 感觉就我们话来话去 这个不行 我们话那一块这样子 好像都是自己的地一样 对 他的确有这样承认 然后他说有去请台大做一些什么 操船模拟啊什么什么的 好 那这个第一个朋友就他就跟我反映说 他们有委屈 他们不敢讲 不敢讲 好 那我听了我就 我说好好好 你保重 听到了一个独家了 take care 对 但我问求慎重 我想再听第二个人的意见 不敢先太招摇的公开这件事 我不是想说他是被吓到讲的可能语无伦次吗 所以我想再听第二个人的声音 所以我就再打电话给另外一个认识的也是航港界的高层 打电话给他讲的更多更具体 我想说我听到什么怎么会你们不敢讲的然后可能都跟你说了 他就告诉我说这不是航安问题而已 而且可能会塞港 因为这LNG船 我做一个形容就好了 就像我们在路上看到有一些载运什么流栓危险船 或者是像油罐车 我们都要闪远一点对不对 他会在上面贴告诉你这危险车辆 我们就自动会闪避之类的 那这LNG船他载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能源 LNG船就是液化天然气的载运船 上一集啦 茂征总也有特别说明到载运LNG船 液化天然气这个船呢 如果他要进来的话 周边其实是都不可以有 都不可以有船的 对对对对 可能会造成塞船 就像你讲的大家都要避让嘛 那可能他进来一个小时 所有船都不能动 简单来讲就是说 基隆港就是那个港嘴 就这么一个港嘴 但那个港嘴 LNG船要开 邮轮也要开 货轮也要开 那就在同样一个港嘴里面 那就像刚刚苏君讲的 一个出口 你们想像 你看过的那艘船有多大 可能大家没什么概念 你们只要想到一个保瓶信号 上面在的不是人是瓦斯 大概就这么大小 这听起来就很危险啊 然后这样子四街盖了以后 基隆港会有多少LNG船出入啊 这个他们一直没有讲 我刚刚那个朋友继续爆料 他就说那个商船 可能大型商船也不敢进来 他们觉得会危险 对 那邮轮可能也不太敢进来了 因为进出都要 跟可怕的邻居擦身而过 其实就是一个危险因子啊 那他甚至说谁下的风口令 都全部都讲出来 一股脑的全部都抖出来 谁下的风口令 这边可以偷偷告诉我们吗 应该是行政院最高位置的那一位 最高嘛 大家应该知道了吧 应该大家有在看新闻知道 行政院最高的是谁 是是是 所以他们就爆了这样 一个非常震撼蛋的一个料给我 那我也想知道说 他们的确受委屈了 所以我才想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既然会被下风口令 表示他们不想让人家知道 这太可怕了吧 我就决定要把这个问题写出来 其实航运界或是环保界人 是对于四街要盖在东夷 现在这个位置 都有一些疑虑跟问题 蜀军可以帮我们分析的 更仔细一点吗 我大概综合了一下 他们的疑虑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航运的问题 这个台电一直没有说明的很清楚 到底他们一周会来几趟 或是两周来一趟之类的 因为蜀军这个系列新闻出来以后 航运界人是不是就担忧 会有塞港 基隆港会灭港这个危机吗 其实台电也有说明说 只要配套做好的话 其实都不会有问题的 那你对于台电这个 回应的看法是什么 他是说的精准一点 是说只要管理的好就没问题 那他管理的有办法好吗 他所谓的管理的好 应该就像我们 好像开红绿灯一样 我现在开绿灯的 LG船可以进来 其他的全部是红灯 不要动 就是把其他人秉除在外 那我先把我的天然气 先下下来 我先顾好我自己 那你们进步来 你们先随便间等一下 但他们这个 是不是想得太美好了 因为这个是在可能 所有状况都是 很OK的情况下 可是因为我觉得船运 都是跟天气 有很大的相关 如果今天天气一不好的话 他们还可以这么 悠闲的管理这件事情 悠闲的说我只要管理的 我只要开绿灯 不会塞港 其实我觉得事情 应该没有那么 容易的被简单化 一件事情 他们有举台中的案例 因为台中现在已经 中游有在几街 在跑 对 而且都没有问题 那就 那个也是一个航港界的人 他现在要参选基隆市市长 他就提出质疑 他就说 你怎么可以拿台中港 跟基隆港来做比较 那是完全不一样 那他说台中港是很宽阔的 基隆港是很很小 附地很小 而且港只船口 还有那个港嘴是很小 这不能不同样的 怎么讲 地理环境状况是不一样 对 他不一样 他马上打脸他 再来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港 真的不像我们陆地 想象的这样子 好像这里开了一个口 那里大家等一等 就没问题了 那我听那个 一个海工专业的人士 学者告诉我 他因为盖的那一个 他向外面再延伸出去 等于是一个深水码头 要让LNG船 可以停进来的那个地方 那我们知道 我们国内的所有的香港 国外船 他不能自己开进来 都必须有我们的 营水人 上船帮他开进来 因为现在LNG船还没进来 所以他们有一个操船模拟 他们来设定很多种状况 比如说今天浪几级 今天风几级 来操船看看 能不能开 开得进来 所以现在LNG船的模拟航运 已经有在试行了 有在试 那那个经济部 王美花她就说 现在目前操的都没有问题 都很顺利 一切妥当 但是这个海工专业人员 就告诉我说 因为他们这样操船进来 你可以想象一艘很大的船进来 他的码头就在一进来 港进来就要向右转 就要停进去了 那等于他进来就要刹车 减速 然后就要停进去了 就是一个减速在 立刻急转弯的 对 就要转进去了 那他们在操船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一个问题 他们就说 有营水人会有心理压力 万一我停不住了 会不会就暴冲冲到 会撞上吗 因为我们原来就有旧体房 他就会担心 万一没有杀柱 会冲到这个旧体房 会撞上这个旧体房 所以他们这个旧体房 要拆掉200公尺 就为了让他有缓冲的空间 可能就不会 万一没有杀柱 不会去撞到这里 而且这个没有杀柱 不是像平常那么简单 只是擦一下 它上面是一些很危险的 危险的气体 对啊 对 所以这个事情就复杂度就很高 他们营水人就建议说 这个200公尺体房把它拆掉 那拆掉的话 那海工人员就说 如果我们内门户外门户 就像我们旧体房 已经是内门户 我们外面再盖了一个体房出去 照理讲会多了外门户 我们内门户是不是稳定度会比较好 我们外门户多了一道体房挡起来 所以里面水会比较安稳 港内应该照理讲会是加分 但是他就疑虑说 那万一这200公尺拆掉的话 拆掉的话 那会不会刚好港外 刚好一个角度 那个浪会长去植入进来 挡不住就 所以那个浪反而会更不稳定呢 他们还在做测验 他认为还在审慎评估 会不会像那个每年中秋 然后那个前唐江大潮 这个很难讲 如果海浪没有一个阻隔 堤防阻隔是长驱直入的话 结果影响到不只外港内港 也是会有一些危险 但这都还在评估中 所以那个航港界的朋友 这个也是他们疑虑之一 台电也不是航运的专家 应该要那种实际真的有在开船 或是了解航运运输的人 才会比较看到关键的问题点吧 我的观点我比较相信航港界的担忧 刚刚听淑君分享那么多四阶 基隆跟那个四阶的整个问题 那我站在一个 我是一个可能一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看法 那大家谈到四阶 那像刚刚淑君分享到就是 其实最大原因就是 国内的能源政策的失败 对不对 你没有办法调控好 所以你只能够就现有协和电厂的部分 赶快把它改成天然气 这样才会有现在这个塞港 或者是船只进出危险等问题 对 那我以一个一般人来讲的话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议题 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样的去 很快就去了解到 我会建议大家有空去一趟白米旺炮台 白米旺炮台在哪里 我去年就是去过 在那个基隆市 不会被选成炮台代表什么 它一定是位处于高处 高处 而且可以看整片的海 因为我蛮喜欢去基隆的 我就对那个白米旺炮台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到了那个点之后 你往前一看就是一大片的大海 很漂亮 然后往前看过去 左边就是什么 鼎鼎有名的邪恶电厂 应该是这样讲 你在那边看的话 你会发现前面一大片就是海洋 就很漂亮 然后你再想一下 如果世界盖下去 你看到的海洋都会被填土照入 就没了 然后你要看白米旺炮台的美景 请大家现在赶快去看 以后可能会没有 如果盖下去的话 可能以后大家就不会去了 因为你会发现说 你以前上去炮台 看过去的大海 会缺了一脚 而那一脚就是被填海照入盖起来的 这样看起来真的蛮丑的 对啊 听你这样讲 我以前还蛮喜欢去那里 就坐在那边吹风 然后看邮轮缓缓的进来 我觉得好惬意哦 那现在没有邮轮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基隆港 他除了像之前是会有邮轮进来嘛 那他可能一些货运船啊 像大家去那个港口旁边看 都会看到很多货柜嘛 那这些船啊 都要等到LNG船都在完以后 才有办法移动吗 对啊 既然都是以台电为大 那其他的一些商务进行啊 或是别家公司该怎么办 台电都不管他们了 所以他们才说 他们管理的好是没问题 以台中那个举例 好像说他们是倾城进港 所以影响最小的状况下 但是我们想象还有一点 基隆港不像台中港 它里面还有军港 它还有海巡队 哦 所以它的船只是比较复杂的吗 它还有渔船 渔港还是从哪里进出 台中没有渔港 台中不会有渔船 也不会有军用船 没有像基隆这么多元性 对 那你可以想象 我那个海巡 我也有朋友 他们常常要紧急救护 那万一你流军船进来 你要我被你停了一个小时 有人溺水了怎么办 可能就要延后一个小时 总不能说什么 现在船还没有进来 那那个救护也先等等 这样子吗 救人的事不能等 又有军港 作战的时候怎么办 作战的时候 人家就说可能一个炮弹先击中 你的出村草 就整个 你天然气也没了 然后你进出都不行了 没错 因为那边实在太危险了 因为基隆港的造型 大家都很清楚 它等于就像一条巷子 它的巷子是窄巷子 所以呢 你要进到一个小巷子里面 如果有东西堵在巷子口 是不是大家都不用玩了 真的 有东西堵住就算了 如果在巷子口放一颗瓦斯 换个炸弹什么 是不是更危险 这就是大家在紧张的地方 所以航港人士就说 万一他故障在那边飘演 是不是还有大牌长龙事件吗 在国外的时候 一艘长龙的船卡住人家 苏伊士运河 对卡住苏伊士运河 然后卡了几个小时几天 到时候基隆港一艘 那个LNG船卡住的话 其实其他船都也就不用玩了 其实你们大家 如果我们听众有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基隆港的地图 它的长相 你们就知道说 它将来要让LNG船停靠 以及设置除气槽的 都是在港嘴 因为基隆港的港嘴 就是它的巷子口 就是有两个海堤伸出去 以后那边要填土造路 以后船在填那边 我的意思就像我刚刚讲的 一条巷子的巷子口 如果给你放个什么东西的话 如果出了事 不要讲说LNG船爆炸 就算LNG船如果抛锚 在那边海上飘来飘来飘去的话 巷子口被堵住了 请问巷子里面的人出得来吗 你知道它现在的税收 还是所有港口里面最多的吗 是喔 那基隆也是靠着 基隆港的运输赚了很多 算是它主要的经济来源吗 基隆关务署 基隆关反正就是 所有的关里面 它的税收最多 可能有包括台北港 对 主要是还是以货运为主 对 所以基隆港 其实对台湾的经济 还是很重要 那这样子的话 货运有可能会因为 台电四街 挡在那边而减少吗 我们讲 大型邮轮它载得多 所以它的运费 应该会比较便宜 但他们担心说 万一大型邮轮觉得有危险 它不进港了 它可能会换别的港 换别的地方 然后再可能再换小船 再进港 那那个运费 还是会转嫁在民众身上 这是有可能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朋友 跟我讲说 这个也是衡港界 很资深的一个朋友 他提到一个点 这个点大家都没有关注到 就是这个LNG船 居然离 它是说国外人家 是离居住处 是很远的地方去盖 但是你可以想象 基隆是一个人口 非常稠密的地方 那万一真的出事的话 是要撤离民众吗 还是那边会有危险 我觉得逃不掉 所以这个有办法演练吗 这个操船模拟可以操得出来吗 还是环平会的时候 大家可以提出来讨论吗 所以环平他们就希望台电 能提出数据出来 所以表示说环平委员也觉得说 你们都没有好好做评估 那你们就突然筛出一个 这样的方案出来 就是他们直接决定要东移 但背后有很多刚才书军提到的 一些大家的疑虑或是安全 其实台电都没有提出一个好的说法 因为航港界被下风口令 那所以可能这些危险因子 大家都还没有很热烈的被讨论 大家还没有意识到 这可能的危险性 然后台电自己也没有对外说明 他不敢说了 一说的话就盖不起来了 那现在环平委员要求 9月30号前要补件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应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那很多的疑点 我们会有疑点 我觉得聪明的环平委员 应该也会有疑点 他们我那天看有其他报道 甚至说 那军港国防部没有人来表示意见吗 国防部也被封口了吗 这个也很难讲 对他都会问航港公司 航港局航港公司 你们没有意见吗 是不是 那国防部你们有意见吗 那我甚至问海巡署 你们有意见吗 你们都没意见吗 他们有人来吗 那个环平 后来听说像港公司是说 他们有送书面审议 把他们意见用书面的递进去 给环平委员们看 那所以他们在那个会场上 就不方便表示意见 但是他们的确有把他们一律 把他送进去 所以就是等到九月的那一场 环平的时候 大家再摊开来讨论一次 我是觉得这个可能跟三阶 已经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个基隆港设计的面向太大 所以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这些环平委员够不够专业来审这样的案子 而且刚刚淑君提到了中游三阶 其实之前藻礁公投的时候 互藻礁的联盟就有提到 中游三阶他们有建议可以牵址到台北港的N7到N9码头 那时候交通部长王国才是马上已有航安疑虑回绝的 这一次的四阶是直接盖在基隆港的港嘴 那交通部这一次完全没有意见吗 我听航港街朋友说他们交通部就是保持低调 也不该说话 那到目前为止好像都没有听王国才出来发表意见 这次变得很安静 也没有航安的疑虑了 如果他要反对 你把台北港反对三阶的再拿出来反对 其实都很适用不是吗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的能源政策这么糟糕 然后让这些不管是中游或台电也好 他们要盖天然气接收站的码头的位置 都不会思考到说会不会影响到生态 或者是周边居民的安全 只考虑到是他们方不方便 三阶大潭那边是什么大潭电厂 四阶是什么协和电厂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上面他们的思维就是说 我在电厂旁边就盖一个接收站 最好最快全部一起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台北港 台北港是一个人工港 也是天海道路一直盖出去的 因为它是人工港 所以它有个好处就是 它的设计是可以超展开的 它不会受到了海岸地形的影响 所以大家如果下次你们再看 如果有开台64线 如果开到底过了关键山之后 你往前一看那边就是一大片 就是台北港 为什么每次都被点名台北港 因为台北港相对于这些港比起来的话 是相对安全的 因为它是天海道路出去 你要做什么样的特殊的区域使用都可以 它也不会影响到 问题就是说对这些电厂来讲就麻烦了 为什么台北港距离协河距离大潭都有一段路 所以异化天然气进到这里来的时候 还要再运到电厂去增加成本 对 所以你就知道执政党他就是横着干 他明知道说如果要这样安全不破坏生态的话 其实到台北港是最安全的 影响生态也最低 因为他一整片都是天海道路都是人工港 也没有什么样生态的上的问题 大家都建议到这里来 他们就是不要 为什么 他们就是越进越好 越进越好 一个到协和电厂 一个到大潭 为了他们所谓可能运输的便利 或者是成本的降低 而去牺牲了生态 牺牲了可能人民的安全 现在连基隆港都要牺牲 大家可能也不太知道 就是目前台电的四街 改了三个版本 其实全部都是盖在基隆水产 动植物保育区里 基隆市政府现在对于四街的态度是什么 他是支持台电盖下去的吗 看来是啊 看来他就一直都开绿灯 因为后来被人家发现 他两年前就已经原则同意 让他使用保育区 所以他不惜牺牲保育区 两年前他已经开绿灯了 那他有评估一下 那个台电盖在 不管是第几个版本 对于基隆的所有市民 或是发展的影响吗 感觉是没什么声音 所以我很感慨 大家想想四年前 生态电厂在抗争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我们联合报独家 挖出来 那个生态电厂的泄美码头 他盖在一个保育区里面 那个叫做瑞芳的水产动植物保育区 那时候我们提出很多质疑 就说这个保育群应该优先 你怎么可以盖在这里 然后把它毁掉 然后那时候新北市政府非常聪明 他就拿着我们的报道 就用这样的利润 跟中央对抗 那那个战线拉到非常高 跟环保署副署长 战线柜骂来骂去 那时候我印象好深刻 当然最后 生态电厂就不盖了 其实是政治因素 绝对不是环保因素 不是保育因素 那个应该是选票因素 对 就苏贞昌就不盖了 那个保育区的争议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也搭船去做这样的采访 所以我印象深刻 所以那时不盖的时候 我们是当天就欢呼的不得了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王明祥教练 我们都不觉得 不应该毁掉 这么美好的海底生态 那现在为什么 基隆就敢放行呢 对啊 为什么 对 我们就感到不可思议 但是这个保育区 你刚刚我们提到 基隆水产保育区 它是一个很神秘的保育区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台电已经话来话去 话三个版本 都逃离不了这个保育区 对啊 对 因为它非常大 感觉好像那个 那个如来佛 中午宫逃不出它的掌心的感觉 在哪里都是保育区 怎么划我30公里缩减 我18公顷 再缩减14.5公顷 都逃不了 好 我来说明一下 这个保育区非常特别 它好像民国88年 公告划定了 它长达20公里了 20公里 那不就基隆港的海岸线 全部都划进去了 对啊 当初为什么划这样 非常奇特 全部都划成保育区 那就是代表没有保育区啊 那所以那时候 余夜署有委托 那个邵网昭博士 做台湾的所有的保育区调查 重新把它盘点一次 就发现说 这个基隆水产保育区 它太大了 然后你根本没有办法保育 可能也没有在保育 所以你当初 要保育的那些物种 也找不到啊 你在保育什么 也都死光了 所以他那时候 跟他建议说 你们话小一点 把它缩小为模 那看起来是市政府 没有采纳他意见 就还是这么大的保育区 结果现在台电要盖的时候发现 怎么样都逃不了 那所以市政府可能就 那没关系啊 原者同意就让你们去开 反正也没有保育的功能了 对 他到底在保育什么 什么海洋生物 海外很多 画了这么大 这莫名其妙的一些保育区 你觉得是 画那个不知道干嘛 是啊 你看现在林佑昌 要退了嘛 他也没有要连任 那接下来的候选人 对于四街的态度是什么 像比如说绿色蔡世英这边 是要延续林佑昌这边的政策吗 或是蓝色这边的谢果良 他有其他的想法吗 如果按照四年前 申告电厂的例子 我们前几天 我们淑军出的头版头独家 金融市政府 应该马上拿着这个报导 直接就把行政院把 保育C些是K到报了 有吗 没有啊 那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其实淑军那边 应该也可以谈一下 因为反正年底要选举了嘛 各党各派的候选人 总是会出来表态一下 那淑军他因为采访 可能也有跟几个候选人聊一聊 这个是不是请淑军这边 是不是太过去了 其实那一天 应该是上隔天健报 所有的那个地方媒体记者 都有去问 请他们要选的四个人表态 那其中一个时代力量 陈薇重 他就是一直在倡议 一直在反对 不要世界 不要填海照路 其实 其实想一想 激动人也是很可怜 我已经 你鞋合电厂污染 我们那么多年了 你要除疫了 那现在又说 好我们在盖燃气电厂 我们也同意你盖了 你现在又要填海照路 话那么大 然后自己说说说 说到后来 还是要填海照路 他们就很不能认同 他们想说 你鞋合电厂里面 六十三公顷 你找不到地方 可以放储存草吗 对啊 是不是 为什么一定要填海照路 为什么一定要破坏 基隆仅有的自然 自然海岸资源 那天曾文生就讲了一句话 请给我们能源转型 一个立足之地 他们几个抗议的人就说 那我们已经退到 无路可退了 你为什么不同情 我们基隆人 做的牺牲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论点 蛮对立的 对那其中一个很大力抗议的 就是这个时代力量 他很年轻 他成为这种 他出来选市长 所以他一定反对到底 所以他的理论非常坚定 那蔡新勇刚刚讲的 他一定是延续 既然是林又昌的接班人 他不好意思说不 那他也等于说 他就赞成了 他没有说反对 他当然讲的就是 我们航安要注意安全 要仔细评估之类 这样的话 这些空空的好像大家都说得出来的话 这样 对就是 对 对没有错就这样 那黄熙贤 还有一个黄熙贤 他是武党籍 他是以前的国民党的市长部主委 他现在以武党籍身份的出来选 他也是反对的 那他也是觉得 不可思议你基隆港一个 一个商业行为这么重要的一个港 你怎么可以拿那个台中港来跟我做比较 所以他也是反对 那谢国朗他也是反对 那他们反对的人 应该就要拿着我们的报道出来讲 对啊 反对的人看起来力道也都很弱 他们现在有一个护海公投在推动 那有另外一个市议员王行之他在推动 但是他们推的 感觉 推不太动 应该也是说市政府也不希望这个公投承岸 所以他们也很多压力在 推得很辛苦 对在压着他们这样子 嗯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基隆港曾经要发展成邮轮母港 对 那也是林又昌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嘛 在新冠疫情之前啊 基隆港曾经是国内最火红的邮轮母港 那那时候搭乘的邮轮人数一年还破了百万人次 所以交通部还前后花了二十亿左右升级硬体设备 那林又昌2014年上任以后啊 他的政策之一是市港再升标杆计划 就是要把基隆打造成首都圈的国家海洋门户跟东亚国际邮轮营运中心 但现在如果四街进来的话 这些林又昌从2014年以来执行的政策 还有办法继续延续下去吗 因为邮轮如果因为一个LNG船都不敢进来的话 那我们的邮轮母港也都毁掉了 这个是让人很感伤的一件事情啊 我想到我几年前在基隆跑新闻的时候 其实我在基隆市政府记者是写新闻 到晚上七八点我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 那个传笛声 为什么 哇我们是听那个声音我就觉得好振奋 我都会停下我的工作 熟君你模仿的好像 勾起你的回忆 对然后我就想有一艘船要出港了 大家很开心这样 这个声音还有邮轮就是基隆的地标地景 真的 但疫情后也都听不到了 对所以那时候 其实我们在基隆港跑新闻是很快乐 快乐的来源之一 就是我每天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邮轮 然后有一年盛世公主来 哇那个新船哦 新船来哦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巴对不对 他才不是这么单调 他会唱歌 他怎么唱 我们找一下 让大家听一下 我以为你要先自己喝一下 你要唱一下吗 我们再来比对一下像不像 来我们这个球熟君模仿一下 好 这盛世公主 他手行的时候 不是只有巴 他会唱歌哦 我想想看他怎么很 巴巴巴巴 巴巴巴巴 怎么唱 哦有点像耶 熟君唱的蛮像的 立刻来找音档这样 边边好有效率哦 很有意思哦 唱两次 不像以前的那种 邮轮 他只会一声 单音 单音对 那现在 这个盛世公主号 已经消失很久 已经白了 所以这个声音那时候 哇 他一想起 所有人都放下工作 都在听 为什么邮轮会唱歌 这好惊艳哦 手行的时候呢 手行的时候 然后然后有一次 我就见到他们总监 我就跟他说 为什么你们那一艘船 会唱歌的船 只唱一次 他不能让他 每次来都唱吗 那我们就很外行 就讲这样的话 我就说 那个音乐太 太惊奇 太震撼 游轮会唱歌耶 那后来 我发现 后来每艘来都会唱歌 每艘都会唱了 所以有可能是 熟君建议的 对我跟他建议 他可能觉得也不错 他们把那个音档 就在船上 他就不是首航 他其他航自来都可以唱歌 那后来大家就觉得说 哎呀这个太有趣了 算是一个蛮大的特色 对就有人说 哇基隆港有自己的主题曲 你看那时候 大家对邮轮跟基隆港 跟基隆都画上等号 抱持蛮大的发展的期待 对然后那时候 盛况最好的时候 有五轮会 你可以想象吗 小小基隆港 停了五艘邮轮 哇 很有意思 所以那时候跑那个很多的 很有趣的故事 那随着疫情就这样子 就没有了 我觉得很可惜 那也因为这样 邮轮带来的这样的经济效益 那港公司还有交通部 也看到他的 价值在 他有他的潜力 这个观光潜力 他们是非常看好的 那有一天我就下来 我就发现 天哪 怎么游客这么多 然后从二楼的曝光柜台 然后排到一楼 然后甚至还满到外面去了 如果这个是机场 这个形同是一个国门 真的 对不对 我们从国外回来 搭船是从这里下船 是国门 那我就想说 那我们桃源机场会这样子吗 不会这么落差吧 因为我们游轮越来越大 他一次可以搭载好几千人 所以你这个通关 难道已经不够用了 那时候我就把它写了 写了这个新闻 说国门落差 所以他们就花了很多钱 要把国门打开 更宽广一点 就在往后延伸 花了很多钱 然后甚至去把那个码头浸升 那我们要停更大的游轮 让大船再进来 刚刚讲的那几个 也是林又昌的计划 其实这花的是交通部的钱 但是后来都算在林又昌的政绩 那千年后你看花了二十亿 包括前不久 他们办的城市博览会 蔡英文 苏贞昌 带新的来都一再夸赞的 李永永昌 政绩好棒棒 就包括这一些他看到 甚至有那个国门广场 也是刚落成的 为什么叫国门广场 我觉得他有抄袭我的 但是很可惜他已经做完了 但现在没有邮轮 照理讲现在 在异后大家都要发展观光了 其实是可以蛮期待的 但是你现在要抛出一个世界的话题 又盖在基隆港港嘴 我觉得是投下一个很不确定的变因在那边 万一他大家会怕说 完蛋了 那我路过那个港口 出什么意外 我船上几千人 我哪负担得起 会不会就不来 那你投资的这二十亿 不是成文字馆了吗 对 就丢到水里了 对 我觉得这个都应该要通盘考虑 而不是说你们在那边 那个口号讲得那么漂亮 现在面对问题你们都不吭声 我觉得这个要讲清楚 而且这明明就是林又昌自己的政绩 那不能说等到他卸任以后 他就拍拍屁股走人吧 他不用捍卫一下吗 我觉得现在是落在那个才适应的身上 对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真的是蛮严重的 这次的四阶的问题 绝对不能够拿来跟三阶来做对比 他觉得比三阶严重更多 因为三阶或许可能影响到的是生态啊什么的 可是四阶一盖好 没有设计好 那是会死人的 我觉得现在最麻烦的一点就是说 他盖的那个地方 如果说将来要设一个LNG船 就是那个一瓦天然气运输船的码头的话 如果他的码头就位在这个港嘴里面 他要跟其他的货轮 军舰 渔船 共用航道的话 这个安全性是真的是需要很小心 很注意的去考量的 因为这个绝对不能开玩笑的 你把一个这么大的一艘的 像这种LNG船 开在他航道上的时候 每艘船是不是要距离他150公尺以上 其他的船或许可以保持100公尺 可是当一艘游轮 船上载3000人4000人的时候 不要说距离150公尺 我宁可距离他15公里 我都不想靠近 所以大家要去考虑到的是 为什么世界这次事情那么严重 是因为他会牵扯到的就是人命的因素 这两年其实之前都在讲 基隆市府一直在讲 我们要把基隆港转型 因为早年的基隆港 其实是以货柜货运为大众 现在要把它变成游轮的集散地 东南亚东北亚的一个 观光游轮的一个重要的基地 刚刚苏星有讲 我们之前还曾经出现过 五艘国际游轮出现在基隆港 停靠的这样的一个奇景 现在没了什么都没有 今年三月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一艘探索木号走了 因为它的香港母公司倒了 没了没有了 没有游轮进来了 本来五月的时候还有法国的游轮 另外还有一个也是一个品牌的 像公主游轮 他们也有申请要来台湾 结果台湾不准 因为五月的时候好像 意气很严重 两艘本来要申请要来台湾的不来了 他们转往美国墨西哥那边去 所以现在基隆港 大家去看看吧 就空在那里 那你每次都一直在催说 我们基隆港以后要让很多国际游轮来停靠 一艘船进来就有两三千个国际观光客 可以在基隆跑来跑去 这个场景没看到 现在没有 以后我看也很难吧 如果你以后在你的港水 还要再设几个异化天然气的接收槽 你还要让LNG这种运送天然气的船只 在可能会有游轮军舰的航道上跑来跑去的时候 这些国际游轮可能自己都会去思考 将来要不要跑到基隆来 除了基隆港转型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你看基隆的北部是基隆港 现在有一个四街要盖在那边 那现在基隆的南部 就是基隆捷运的问题 捷运到底会不会开进基隆呢 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事情 那因为现在年底都要选举了嘛 执政党有可能会换人或不换人 基隆未来可能会面临个什么样的面貌 这些候选人是怎么看的呢 大家如果特别注意的话 会发现这一年来 我们好像没有特别看到基隆市长 林游昌到底现在在干嘛 除了六月的那个城市国栏会之外 对那年底要选举了 大家都很清楚 一到选举的时候 很多政治会被拿出来检讨 对 我们都知道基隆的前几年 要嘛不是小英总统来 要嘛就是行政党书彦昌来 很多建设 好像是被捧在这个手掌心的宝一样 那林嘉隆更是哪里走走开呢 动不动就往基隆冲 那2017年 小英总统就说来 送你们一个基隆轻轻轻轻 对对对 80亿嘛 然后呢之后呢就开始变形了 这个淑君也写过 就一直变一直变 变了好几次 变成现在变成捷运了 对 问题是直到我们本报挖出说 因为有基隆捷运 所以台铁可能将来不进基隆 那这个当然这一两年是 整个算是基隆的都跳脚 对 可是这一年来你会发现说 奇怪了 我们看到了基隆办了城市博览会 好 好 热闹之外 花药震机 那到底基隆捷运 接下来该怎么办 行政院今年初核定了 从这个南港到巴督这一段 第一阶段你核定了 第二阶段呢 巴督到基隆呢 所以大家都在骂 你基隆捷运不到基隆 这叫做什么基隆捷运 好 那这一段我们看到的是 基隆市政府对于这一段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另外呢 基隆港 现在要给你弄一个世界进来 基隆市政府也没有特别的想法 我想说那这一年是怎样 基隆市民是被放生了吗 今天这可憐吗 本来你是执政党中央的首长的 所心中的宝贝 结果我们发现在这一年 不管是基隆捷运 或者是基隆港 你的南 你的北都出包了 结果你基隆市政府呢 你什么都不讲 讲那些或者讲一些 我们根本听不懂的话 那接下来基隆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得想到 其实我觉得他们逃不掉 你说基隆市政府吗 不是不是 还有另外一个关键人物 他现在选新北市长 林家龙吗 是啊 他是前交通部长 我们刚刚讲的两件事 他都跟他有关于 关键的人物 他都有份 对 所以他逃不了 他去选新北市长 我们还是可以追问他这个问题 而且林又常常去帮他助选 我觉得这个基隆人也很想要答案 那现在基隆人对于四街会怎么样盖 或是基隆捷运未来的发展 基隆人的看法是什么 他们对于现在基隆两个比较重要的建设 他们自己是够清楚的吗 我这个很难讲 其实我觉得基隆人很可爱 虽然说他现在是绿色执政 但是你可以想想上次去年底的那四街 四项公投 他全部同意 对 四项全部同意 算是有点 居多耶 对 林又昌的一个 不信任投票 感觉上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会不会影响到蔡世英的选情 这真的值得评估了一件事情 所以基隆人的确会用选票表达自己的不满 如果基隆市政府不好好处理 或是未来的接班人没有做一个好的表态的话 其实选举也没有那么好选吗 我相信 对 因为这次很关键 那当然就是说 像基隆的基隆港 如果它可以繁荣得好的话 是给基隆的市民带来一条新的一个生路 如果这个基隆捷运不到基隆的这种事情发生了的话 等于就是断了基隆人到大台北地区 去共作的一条活路 这个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为什么刚刚随心讲 基隆人是很可爱的 他会用选票来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不是你在那边大内宣大外宣就可以呼啰过去的 刚刚其实那个祥玉讲说 他不知道这一年基隆市政府到底做了什么 就是都不表态 我觉得可能他们就是忙着在做那个城市博览会吧 那你有去看吗 我是看着朋友的线洞在观赏的 就其实办的算是蛮成功的 就是他的办的蛮大的 所以的确很多县市的人都有 新北台北市的人都有去看观 那个的确很受好评 但是我们都比较急车 我还是觉得他没有把捷运后半段解决 我就留下一个烂尾 我就觉得他如果这样拍拍衣袖离开的话 我觉得是很没有担当的一个市长 而且林交龙他基隆那边 又来个基隆港 又来个基隆捷运 他现在交通部长没做了 拍拍屁股 他现在去选新北 很抱歉 将来基隆捷运 施工单位是新北市政府 如果你选上的是你要盖 那我请问你什么时候盖 那我问你另外一条 系东支线呢 对不对 系东支线也在你新北市范围内 如果你真的选上的 请问你系东支线 是要等到你选的上才动工 如果你没选上的话 是不是继续摆着 还是因为这样林交龙觉得很麻烦 想说那我本来就没有选新北 就是死都不想要选 都想来就不想选新北的 现在要处理了 怎么样绕了一圈 你还是跑不掉 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 就是你不能够政绩都是歌功颂德 那你有一些自己没有处理好 或是该处理却不处理的事情 其实市民啊或是选民都是会看在眼里的啦 对我觉得现在最讨厌的是 明明你应该要表态 或者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到底好还是不好 或者是不好的话 我们可以再做怎样子的研究 或者是去改正 可是现在完全不表态 不就是在默认这些事情的吗 而且我觉得下风口令这件事情有一点太超过了吧 就是你完全没有给大家或是专家一个公平讨论的空间 你直接就是满干硬干的话 到时候真的出事情了 就到底是谁要负责 对 而且最近政府说的要负责 好像也看不到负责的方式在哪里啊 就只说了我要负责 然后就没了耶 我觉得都很需要检讨 对而且跟大家的生活都很有关系 今天谢谢两位来上节目 谢谢祥玉 谢谢淑军 谢谢 拜拜 更多精彩的报道 请搜寻vip.udn.com 联合报数位版 邀请您订阅支持